我们始终不伴高僧,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是2019年5月16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,川普签署紧急状态令等于,判华为死刑,立即执行徒,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,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多家外媒今天凌晨消息,当地时间15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,要求美国进入紧急状态,在此紧急状态下 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,几乎所有报道此事的外媒都在说,这是在为禁止美企与华为的业务往来铺平道路 刚刚,编辑部说到华为公司对此事的回应,全文如下,华为是5G电信设备领域无可比拟的领导者,我们也愿意和美国政府沟通保障产品安全的措施 如果美国限制华为,不会让美国更安全,也不会使美国更强大,只会迫使美国使用劣质而昂贵的替代设备,在5G网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家 最终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,不合理的限制也会侵犯华为的权利,引发其他严重的法律问题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7点,晚上7点半,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,拜托您订阅,点赞,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,文章来源,环球网 支持我们,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纪市家赞助播出 订餐电话510-465-1888 合讯者,听五岁开始究竟话511 合讯者,听五岁开始 was atmekchte人一个买蛋 欢迎订阅我们的观念 点击地点' 独 ważne